一年 然后认为你拿退休心 就叫爽退 我告诉你 我不爽 不爽 不爽 真的是任无可忍 实在好门 谢体大前一天两点钟辞职 下午立刻进红 接政论节目通告 决定大反攻 我必须说六万块钱的薪水 六万块钱还是比一般22K多很多 废话 我今天工作了几年了 我六万 22K 刚刚出了22K 我今天工作了四十几年 台湾人民的薪资也很多 这是台湾人民的病 名嘴被嗆到 接不上话 谢体大 展露侠女性格 火力十足 更牵上火线 挑战强力监督 批判她的电视媒体 你在中国你还有律师书所 同时在职业 我今天有没有职业 今天这是一查就清楚的 一翻两倒眼的事情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我已经一再很清楚地说没有了 你们不要在这里抹黑 主持人同在立委 买到名嘴群 无不尖锐质疑谢体大任北市府公职 是仇佣 是爽退 更炮轰她上对岸节目 批评学运 就是不对 没有不是大 你个人认为不是大 不代表其他所有台湾老百姓 都认为不是大 不是 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 公务人员就是该闭嘴 就让我们先上纲了嘛 你们就让我们先上纲 立在名嘴群谢体大变才无碍 思路清晰 不客气回呛 戏剧效果十足 政论节目争相邀约 下一步当名嘴吗 谢体大说 No 名嘴就 政论评论家 评论家是可以的 不过也只谢女我懂的 要专职当名嘴谢侠女兴趣缺缺 但只因为上了对岸节目 一句批评学运不对 成了压垮她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接通告 捍卫清誉谢体大 则是来者不拒 东西宣众过来圈中央豪在台北报导